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短视频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 我觉得作为区块链的从业者 我们应该更大程度上去拥抱心眼的表达形式 三 短视频让人更加感觉到亲切 能更好的让外界了解我 好了 以后的短视频我会分为中文一集 英文一集 今天主要谈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使用短视频内容 再回答一个问题 波厂基金会解锁的330亿TRX到底有什么用途 波厂基金会官方希望如何处置 官方答案是 波厂基金会官方没有任何出售计划 我们认为波厂币空前低估 会在未来通过多种手段给予增持 未来想了解更多孙哥视频 欢迎关注视频最后的详细信息 谢谢大家下一集视频见